很有感觉为什么会回你家 因为我认为变了一个男士 不管他品性如何 是不会轻易邀请陌生女人回家的 不管是你想那个什么 还是不想那个什么 你都不会带她回家的 那天真的聊得很开心 我就想跟她继续聊 你是想继续聊还是想干什么 你聊可以通宵彻夜地聊 可以到江边 到后海 聊聊人生 聊聊理想 你干嘛要回家 我想说一下 就是2月15号那天天气很冷 所以我想说到我家 坐在沙发上书回家 那你为什么不彼此之先 互相这个调说呢 就那天晚上我就爱上她了 我说句实话 我今年已经27岁了 也谈过四五个女朋友 我说句实话 我一直属于那种比较被动的人 但是碰到这个女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就是想跟她见面 想跟她聊天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我周围所有的女孩 都是那种 未必很事故 很现实 为了往上爬 反正就是不择手段 也可以这么说 我第一次碰到一个就是 感觉非常的纯 然后非常的不事故 不现实 比如说有些女孩会问 你有房吗 你有车吗 她没有提高 她第一次见面 对 我想跟她长期在一起 所以我想把她带到我家 我想让她知道我的一切 男嘉宾是属于那种 斯文外表下掩藏者的 目定明确进攻型选手 他遇到真爱的时候 他就情无自禁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事 真的 她是真爱 酒后的放松嘛 真的算不上什么爱 有不严肃地开持 结果呢 对你也不会严肃的 你表白了 你痛快了 但她可不一定来哦 要有时间准备 我是金牛座的人 金牛座的人 碰到喜欢的人 就是会不顾一切的 但是你不知道她的底细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 聊了两点钟 她的工作 她的所有的生活习惯 还有她所有的喜好 我都能了解 但是你太激动了 你要矜持一点 这个谈恋爱是这样 要慢慢地要有一个过程 如果你不喝酒 会带她回家吗 其实我不喝酒的话 我也想要她回家 聊聊天看看电视 看看电影 总而言之 我要告诉电视 其中所有的观众 无论你是情能自禁 还是情不自禁 醉酒不是沉沦的借口 失恋不是放纵的理由 每个人一定要对自己 这小子 就是没碰上坏人 或者没有碰上一些 伤害自己的事 否则的话 今天有她后悔